大家好,我杨风,今天是11月9号。 川普今天发了推特,炒掉了国防部长Aspir, 在这个时间点上,川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? 是不是他还有另外一番的布局? 昨天11月8号的新闻,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台湾了, 要从昨天开始,连续四个星期,对台湾的海军陆战队,以及两栖特勤中队, 提供作战训练,指导作战战术这些。 现在一些台湾的媒体,在大力炒作,美国和台湾的军事交流。 美国在这之前,其实已经有人在炒作,美军应该要重返台湾。 这就验证了,杨风之前的说法。 这一个多月来,杨风在节目中说,就算大选结束,就算是川普败选, 美国的鹰派,也会利用川普任期,最后两三个月的时间, 来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,甚至于是挑衅。 目的是要确立,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,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果,而有所改变。 即便是川普败选,拜登上台。 这里面,透露出好几个讯息。 美国和台湾之间,会不会将这一次的军事作战训练,进一步扩大,走向美台并肩作战。 美国会不会与台湾分享更进一步的军事情报,包括了卫星信息,数据链等。 而这一次的军事交流,是不是已经跨越了大陆的底线,踩到了北京的红线了? 那么,北京有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制措施? 这一次,美国海军陆战队到台湾,还刻意地让媒体报道。 至少,这次是表示说,美国和台湾的军事交流,可能已经走向了台面,不会刻意地掩长。 这也就是说,美国和台湾的军事交流,更进一步的可能性,是存在的。 甚至于可以说,很有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,不会只有这么一次。 简单地说,这就是美台军事交流,非常可能会走向公开化,以及经常化,常态化。 有关这一点,大陆能不能够容忍呢? 其实,台湾一些作战飞机和军舰,早就已经能够从美国这边,获取作战信息的数据链,所谓的Link 16,还有Link 11。 去年,北京方面扬言,如果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话,那么就是北京统一台湾的日子。 这是大陆给美国和台湾划出了红线。 但是,这一次,只是美军陆战队到台湾来,提供台湾海军陆战队,两栖特型中队作战训练而已。 又不是真正的美国驻军台湾? 大陆能奈我何? 这就是美国和台湾在打插边球,就看北京会如何反应。 如果北京还是像以前一样,喊一喊,警告一下,那么美国和台湾的军事交流,当然有可能会更进一步发展下去。 两个月前,美国陆金,在一份军事评论的双月刊中,有一篇文章在说,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在台湾部署地面部队,也就是美军重返台湾。 美军重返台湾,或者是美国驻军台湾,这和美国军舰停靠台湾,是一样的,就是大陆的红线。 但是到目前为止,军事人员的交流,作战训练,还没有达到踩红线的地步。 不过,的确是在切香肠,一步一步地越走越靠近红线。 其实,台湾三军的编制,几乎都是仿效美国的,至少是参考美国。 台湾军队的作战训练,也是一样。 台湾的海军陆战队,就是学美国的,以美国为榜样。 更不用说,台湾的军事武器,几乎都是来自于美国。 美国和台湾军事人员的交流,其实从来就没有间断过。 台湾一直有派遣军事人员,武官到美国来。 有的是学习军事,有的是接受训练,还有的是在美国攻读学位,包括博士学位。 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,也是派遣军中的现役军官,来到美国商谈。 台湾在美国,也有军事采购团。 这些,都不是秘密。 所以,今天,美国的军事人员,来到台湾,提供军事训练,也只是反个方向而已。 实质上,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 但是,在政治上的意义,就不同了。 因为,这是一个信号,代表着美国和台湾,很有可能会更进一步的进行军事交流,军事合作。 大陆其实,不会太在意,这一次的美台军事人员的交流,以及作战训练。 大陆在意的是,后面的,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。 另外,美国这几次,出售武器给台湾,有没有违反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呢? 美中三个联合公报,包括了上海公报,中美建交公报,和817公报。 这三个公报,是美国和中国,在美苏冷战时期,美中正常化的重要基础。 其中最重要的,就是817公报,也是争议最大的。 817公报的全名是,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。 这是1982年8月17日所签署的。 在817公报中,美方承诺了三项。 第一,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,在性能和数量上,将不会超过中美建交之后,近几年供应的水平。 第二,美国会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。 第三,并且经过一段时间之后,最终得到解决。 这也是为什么,美国在之后,销售给台湾的武器,都是强调防御性武器。 要不然,就是把武器的性能给降低。 比如说,不会销售全天候的攻击,战机给台湾。 在817公报之下,中国这次重生,会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。 所以,这也是后来,美国紧咬着北京,美国总是说,两岸的分歧,必须要和平的解决。 问题是,台湾自从开放总统选举之后,台湾独立的预愿,是越来越强。 所谓的和平解决,也就是大陆希望和平统一,碰上民进党的台独党纲。 和平解决,几乎变成了不可能。但是,随着大陆国力的越来越强。 军事武器的研发,也越来越尖端。台湾在武器性能上,已经落后给大陆了。 于是,美国就慢慢地松开了,对台湾军事武器销售的限制。 一些更为先进的武器,美国也开始慢慢卖给台湾了。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,在1992年,老布希在竞选连任的时候, 同意销售当时最先进的F-16战机给台湾,总共是150架。 两个星期前,10月26日,美国宣布,出售100套的鱼叉飞弹给台湾。 这是同时具备有反舰飞弹,和公路的功能。 这一次的军售,被普遍认为说,不仅仅是防御性武器,而且也是属于攻击性的武器。 按照这个趋势,美国对台湾,会销售更多的军事武器。 也会有更多的军事人员的交流。 这是可以预期的。 在这种情形之下,大陆会有什么反应? 会有什么反击措施? 到目前为止,大陆这边的反击措施,已经形式化了。 大陆的反制措施,大概有几项。 第一个,军事演习。 不管是海上的军事演习,或者是登陆演习。 都已经举行过很多次了。 然后就是作战飞机,飞越海峡中线。 或者是飞到台湾的西南海域。 更进一步的是,战机或者轰炸机,绕行台湾东海岸。 再加上军舰,潜水艇,出现在台湾海域四周。 差不多就是这样。 刚开始的时候,台湾会紧张。 民进党政府也会紧张。 但是,次数多了之后,一些人可能就习为常。 民进党政府可能认为说,不过就是军事演习。 不过就是作战飞机,飞越中线而已。 就是这样。 因为毕竟,北京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。 这就是所谓的切香肠。 北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更进一步的动作呢? 还是有的。 大陆可以有好几个选项。 可以从经济和军事上,两个层面来着手。 第一个就是经济制裁。 大陆可以经济制裁台湾。 不过,这也有缺点的。 海峡两岸打贸易战,其实没有什么意义。 大陆固然可以停止购买台湾的农产品, 以及限制大陆到台湾的旅游。 但是,台湾出口了大量的零部件到大陆去。 而在大陆,也有许多的台湾厂商。 现在,中国大陆和美国,还是处于贸易战的状态。 虽然说,双方在今年1月15日,签订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定。 双方暂时处于停战的状态。 但是,大陆没有这个必要,在这个时候,再一次掀起贸易战。 同时,这也会伤害许多在大陆的台商。 所以,不是不可以,只是没有那么大的必要。 第二个,大陆可以对台湾实施军事封锁。 比如说,禁止轮船,商船,还有飞机,进出台湾。 暂时阻断台湾对外贸易。 或者说,拿下一两个小岛,像是金门,马祖,还有澎湖群岛。 但是,这也不会有很大的意义。 如果大陆拿下了台湾一两个小岛,那就等同于是战争了。 还不如,直接正式地发兵攻打台湾。 以雷霆万军之势,或者是所谓的北平模式,先舞,然后谈判,最终完成统一。 所以,暂时性的,还有局部性的经济制裁,以及军事封锁,都不是太大的意义。 这就是北京的为难之处。 要么,就继续冷下去。 要不然,就是直接发动统一战争。 像那种处于中间形态的经济制裁,短暂的武力封锁的,意义不是很大。 因为,这些暂时性的制裁,封锁措施。 但是,如果最终达不到实现统一的目的,只是想要教训,警告一下台湾的话,一方面,可能无法达到效果。 二方面,也会引起以美国为首的国家,包括欧洲,欧盟国家,对中国实施制裁。 这样的话,反而得不偿失。 所以,杨峰认为,这种所谓的中间形态,暂时性的措施,北京大概不会去考虑。 北京一定会仔细地去思考。 如果北京一时之间,还拿不定主意。 那么,之前的军事演习,战机飞越中线,还有军舰绕行台湾等等,还会继续下去。 那就变成,大陆和台湾,继续地行礼如遗。 然后,美国继续切香肠,继续地玩下去。 目前,在战术上,北京的确是处于被动。 其实,北京从今年5月15号,当川普政府修改对华为芯片禁运的规则之后, 北京就开始陷于被动了。 按照当时北京的说法,中国绝对不会做事。 但是,美国这样无止境地打压华为,中国必然会反击。 杨风当时也判断,北京大概不会那么快地反击美国。 北京可能会等上一两个月,等子弹飞一回儿,先看看情况再说,再来决定。 也就是,大约七八月的时候,北京才会慢慢出炉对美国的反制措施。 只不过,北京在七八月的时候,并没有采取对美国的反击措施。 也因此,北京就错过了第一时间。 以至于在战术上,北京就陷于被动。 后来,就到了9月,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,已经很接近了。 北京并不愿意在这时候节外生枝,让川普加分,帮川普竞选。 所以,北京就继续的按兵不动,一直到现在。 当然,北京也不是全然都没有反击。 北京在上个月十月的时候,就宣布要制裁军售武器给台湾的三家美国公司。 雷神,波音防御,还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。 同时,北京也会慢慢清理出,在不可靠实体清单中的美国公司。 不可靠实体清单,这枪武器已经有了,只是目前还在那边悬而不动而已。 最好的一个历史就是,北京在这几个月,逐步的限制从澳大利亚的进口。 到目前为止,中国已经限制了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大卖,酒类,肉制品,奶制品,以及棉花这些农产品,实施了进口限制。 大陆为什么总会慢慢拍呢? 这里有两个解释。 第一个是,大陆想要等一段时间,不想那么冲动,那么的暴冲。 在第一时间,就冲动的,立刻反击。 在这一点上,中国大陆和俄罗斯,的确,有很大的不同。 如果是俄国的话,有超过一半的可能性,会立刻反击。 同时,北京也希望给澳大利亚一些时间。 希望跟他们沟通之后,澳大利亚能够改弦异策。 不要事事都跟着美国跑,不要事事都针对中国。 第二个是,大陆这是谋定而后动,并且采取后发制人的方式。 这里可以从过去,大陆的军事指导思想,可以得知一些。 那么,大陆是不是真的慢半拍? 懦弱呢?很多人认为是这样。 还是说,大陆是谋定而后动,在背后制定更大的计划。 我们就留给观众去思考。 另外一方面,杨风认为更重要的是,台湾这边是怎么想的? 是要继续来切香肠,一步步走向独立? 还是说,认为美国一定会出兵台湾? 会帮助台湾独立? 或者说,台湾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谋定而后动? 看一看情况,再说。 海峡两岸,会不会发生冲突? 大陆可能的,武统台湾的时间点,又会是什么时候呢? 这是很多人猜测,都在争议的。 另外,根据消息,美军陆战队教官,我们就称之为教官吧。 已经在台湾接受两个星期的隔离了,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。 这会不会是川普在台湾所布下的一个伏兵? 打算万一选举势力的时候,趁机让台湾配合,发动一场危机。 制造与大陆的冲突,从而达到所谓的违未救灶策略。 来借此宣布,美国进入危机紧急状态,好让自己继续的留在白宫。 川普今天发了推特,炒掉了国防部长Asper,并且迅速的任命克里斯托弗·克里斯托弗为代理部长。 据说今年6月的时候,当时是美国黑人佛洛伊德死亡事件, 全美发生了数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。 当时川普曾经要求国防部长Asper,能够调动军队进入华府。 但是Asper拒绝了。 那么Christopher,这个代理部长,会不会比较听话? 这会不会是川普的又一次的布局? 川普到今天已经是博押总统了。 但是,屡屡出了意外的川普,会不会制造出一个一月大惊奇? 给市人们看。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阳风时评,往后的分解。 请记得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。 因为这样,你才会收到新节目的通知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嗨。